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旗鼓站 我是黄培硕 大盘这个地方我们还是定调 就是它是一个区间震荡 区间震荡 那这个区间震荡是针对这一段 从10月5号161622涨到18619 1月5号这个高点 这个推动结束 那现在做一个整理 那我们就专注这个整理的结构就好了 头发这种整理的架构是长这样 从18619它一路往下震荡整理 来到16764 它是一个震荡整理往下 不是一路的崩跌往下 是一个整理结构 是一个整理结构 那我说这整理结构 它已经结束在这个地方 16764 3月8号 那现在它是一个怎么样 震荡整理往上 震荡整理往上 也不是推动往上 就是一个震荡整理往上 那整体来看它就是一个区间震荡 头发它就是一个区间震荡 所以你注意 你看它震荡整理往下 它也会跌 然后弹跌弹跌 有没有 一样这个相反的 现在震荡整理往上 它也会涨 也会拉回 也会涨 也会拉回 然后方向再往上 这个方向再往下 这样解释盘式就大概很清晰了 这个整理结构 应该会持续一段时间 不短的时间 所以在这段时间之内 都不够变成说 因为如果说像你在 同样是一个整理过程 同样是一个整理过程 比如说一个大一波是往下震荡整理 对不对 那整理过程的话 做多都是比较安全期 可是怎么样 震荡整理过程 往下震荡的过程 做多还比不上 一波反弹的震荡整理往上 还来得好 等于是你同样是一个区间震荡 那当然现在你悬股的问题 重点是悬股 可是你震荡整理往下这个结构 做多个股 比较没那么好做 那现在是震荡整理往上 当然相对来看 比那个A波下来的话 做多个股还更好做 现在这个B波 所以我说有一段 其实是做多个股的一个好的时机 也可以说是安全期 也是好的时机 因为你变成说 它是现在震荡整理往上 那你个股呢 第一个也不用过度去追高 其他有个股 它整个波动在往上走 那一种个股呢 你拉回你站在买方 它自然又会震荡往上 拉回站在买方 它自然又会震荡往上 所以这一段的B波呢 做多个股会比这一段A波还好做 所以这一段B波呢 它实际上还会很 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要把握要把握 它就是一个震荡整理往上的一个 整理盘 一个整理盘 也是一个震荡盘 那当然这是个股的部分 那指数的部分的话就要更计较 因为你不要看它震荡整理 其实这区间还算大 差不多这区间还算大 对不对 16764这边是18619 也大概2000年左右 不管你这种结构 其实因为它现在幅度都比较大 每天震荡幅度比较大 所以变成说细微波的脉动的追踪 才是操作棋子的伯二法门 就只能大概一段一段来操作 从细微波的脉动一段一段来做 一段一段来操作 因为你现在分析一个中长线 就比较没有意义了 因为它就是一个大区间震荡 那这整个我跟你讲四个字 震荡整理往上 六个字好 震荡整理往上 可是你是怎么操作 也没办法操作 实物的操作就是细微波的脉动 我单身是讲棋子的部分 当然个股归个股 我们从期货来看 那你这一段的结构来 我们期货来看 这1月5号建高点18546 大盘18619 那因为这一段推完 最后这一段你要检视它推完整 五小段 所以它开始拉回 对不对 五小段以后它开始拉回 从18546一路拉回来 当然这过程它有还创两只高 所以我说这只是小一波 16695这3月8号建低点 到目前这个低点还有效 那这个结构 其实当下 因为当下这个16695的话 从这个西坡下来 它是跌了三段 1833下来到1669跌三段 可是这第三段里面跌了五小段 所以它会先反弹 那先反弹以后呢 你再注意到底这个西坡 是会跌三段还是五段 这是当下 当下那时候我们跟你 最注意追踪的一个脉动 西坡到底跌三段还是五段 好那现在政府它只得跌三段 有没有 因为我说这个 它台台的过程已经越过了 这个14不重叠 然后反弹也0.069好 那这个都重叠好 这只有三段了 所以我们才定调说 它就是一个区间震荡 它就是整个大方向 它是一个区间震荡 期货大盘都一样 它是区间震荡 这16764 这大盘是16695好 那区间震荡以后 我说重点是 最后它的西远坡的卖动 这实物操作就是这样 好那西远坡卖动 这三段往上是从16801正式开始起涨 那3月23日它涨成这个样子 乍看是12345坡 可是我说那时候还不要确定 因为它这有时候一阶一阶爬上去 轨道如果还没跌破 你就不要太过 太早下判断 太过草算 24号还是一样 25号 25号就 这个三个轨道就跌破了 那跌破以后怎么样 它就大概不会 不会这样一阶一阶的 大概就是123 所以25号你看25号跟24号的定调是不一样 这边我都没有写二号位阶 25号就有了 12345坡 12345坡 这上礼拜五 12345坡 那就是它大中小 这个就是要拉回来 拉回来这一区 这一区 这个都还都要先预告 通过这都还先预告 上礼拜五还在高 还没下来 上礼拜五还在这样 还没下来 所以上礼拜五其实我们是去布局一些空单 礼拜一就下来 28号就下来 这个下来很深 大获全胜 完了以后呢 我说下来到17304 这个地方是买点 这个地方是买点 你这个地方空下来 这个地方反而是买点 因为它回测扩原起点 这个是形态 扩原是因为你这样推很快 然后怎么又扩原一点点 然后又扩原一点点 然后就拉回来 这叫扩原起点 那也可以说你12345坡 它是大中小 这一段最长 第二长它最短 这叫大中小 我所谓的大中小是指它的上涨的幅度 幅度 比如说这一段涨了几点 这一段几点 这一段几点 它是一个大中小 大中小结构就不止回测这里 它是这里 这个地方 所以它一拉回来17304 这反而是买点 这叫回测扩原起点 这当天 当然跟你讲得很清楚 你不要说它又扩下来就扩 没有 这个地方是回测扩原起点 那它会上去 有没有 它一路上上上 有没有 到17577到17775 这个是前天到1775 左翼也是大坡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就注意了 通过这个地方 我说这个再一坡出去 你不要追高 你这个地方就算它要推动 它还是会拉回来 有没有 那到底 如果是 因为这个是整理没有问题 如果这一段推完 然后整理简单结束 开始推另外一段 当然也不排除 或是说 它这个整理 然后再整理一次 再往下整理一次 这个我说的 再测一次 这个是比较难的 可是你这个 绝对不要去追高 你就算它推动 它还是往下拉回 你要拉回 要买再来买 有没有 那它今天就来了 17414 这个17304 差了100点 一回来又是300点 等会是一回来又300点 你这边又傻傻的追的话 又拉回来又300点 这幅度都比较大 好那你看 整理来看 这一段走完 我说你看它这边 就算它整理 然后上去比较比一波 它回来又再测一次 那这个地方就是看说怎么样 它测到哪里去 它测到哪里去 因为它今天拉回的这个幅度 我们从大盘 我们也来观察一下 这大盘这边 大中小在这里 这一段走完 它一个拉回 弹上去一次 再测一次 你说它这个是一个推动的 可能性应该很低 也就是说 整理到这边 然后开始推另外一段 一然后拉回来二 可能性不高 应该它就是一个整理结构 也就是说你看 这一段走完 然后这个大概就在整理 等于是我讲的 它应该是 它再测一次 再测一次 好那再测一次 就长长这样 等于说 你看它要测到哪里去 当然现在连续 连续假期四天 那美股等于今天晚上 礼拜五还有一天 然后下礼拜一二又多两天 等于有三天 我们也不能动作 我们就观察看 这一阵美股的表现 那美股表现 下礼拜再来 然后再重新开盘再来 因为你这个结构的话 如果说 当然你再测一次的话 当然你现在测到这个地方 再下去一样 我们还是 这个地方我们会去注意它的买点 这个地方 就像今天的地点一样 那个地方我们就会注意它的买点 老师它破下来最好 破下来最好 我说那种再测一次的话 你等于它是一个整理形态 它是一个整理形态 这是一个整理形态 针对这一段推动结束 它是一个整理形态的话 你就算这个点再破 提供更好的买点 那提供更好的买点 等于是就变成怎样 B波穿头17774这17735 B波穿头C波破底那更漂亮 这一破下来是买点 未必会破 破下来是买点 那我说这个东西变成说 你它再测一次 你今天测到这个地方 1741是可不可以交代 也是可以交代 也是可以交代 那再来多一点也可不可以交代 一样 这结构都一样 因为它就是一个整理结构 那当然是如果能够下来 它是最漂亮 如果不行的话 我说那盘中的一个整个你要 那种应变能力要有 盘感对盘感要有 就是它整个架构 你说这种架构 那假设好ABC它已经没办法再测了 他说这个地方 它已经开始 这个整理已经结束了 已经今天再测已经 假设它已经结束了 1741是 它下礼拜势必 会慢慢走出一个主体的态势出来 因为要推另外一段 他说这个要推另外一段 不管说它这个是这一段走完 然后这个一横台的B波 大A大B然后一个大C 或是说它大了1然后大了2 大了3都一样 都一样 我们来看这个 它这个落底以后 它可能 比如说有一个A波 有一个B波横台 有一个C波上来 或者说这个AB波已经在这边结束 AB然后这个C波的第一段 有机会看发展成未来往上的一个出升段 这个已经一段 这段走完了嘛 对不对 然后第一段 然后ABC回来第二段 那它就有一个推升的出来 好 不管是C波的结构 或是第三段 它都有一个推动的脉动跑出来 那推动脉动跑出来 那种细微波的脉动 你就会看出来说 它是一个主体的态势 那你就知道说 它这个已经在测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往上推了 那如果说 如果说这三天 美股当然有什么大变化 这个有一个比较大的利空 它一跳下去的话 那最漂亮 等于这一跳下去的话 整个是 变成说这个ABC波 BC波又快又急 下去那个低点 应该也会是买点 应该也会是买点 大概是这个结构 等于现在目前的C波或脉动 还算清晰 那你要抓住那什么时间点 去切入那个timing很重要 重点说你盘式整体要结构 要明朗 你回到大盘 我说这种盘式结构 你推了这一段出来 在那边整理很多人就看不懂 那我说你不管还是一样 你记住 它整个目前的一个中长线的部分 它就是一个震荡整理往上 先把这一点记住 其实那个盘就不会插到哪里去 整个操作就不会插到哪里去 那你认同理念的 你跟上我们的脚步 跟上因为目前确实整个中长线的结构 也清晰也明朗 不是说漂亮 它就是一个震荡整理 细微卖动是很清晰 那清晰你再操作起来 这怎么样 应对进退就比较顺畅 胜算就很高 认同理念的 头发来 不很客气 让我来陪你一起操盘 一起操作 一起赚钱 为你服务 认同理念的 来 那这个是齐全的部分 好 那选择权这个部分的话 一样 我说现在目前面对这种盘式 什么盘式结果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你也没办法硬来 也没办法硬来 那你目前 我说选择权硬到只能做什么 我说比较中管线的部分 然后那个旅约价的话 也不能买到太深度价外的 离价平不要太远 那比较中管性的操作 这个部分 选择权这个部分 好 那这是资金控管自己做 好 那他们有那种在 这个我们之前做的绩效了 21倍的 然后比较高倍数的这种 9倍9倍的这种 好 这是齐全的部分 齐全的部分 来 那我们谈到个股的部分 我说个股 现在目前很多人在担心说 清明变盘转折变盘 如果能利空开下去 那当然最漂亮 那反而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就怕没有 他说就怕没有 因为他今天已经来测 今天来测这个时间点很糟糕 他说今天来测那个低点 时间点很不好 因为再来就四天廉价了 四天廉价了 对不对 你变成说布局要摆很久 那如果说真的是 清明变盘有一个往下 那个比较变盘 就等于一个利空 如果有一个利空反应下来 那漂亮 那反而是漂亮 就很有机会变成说 这个整理就大概再测一次 就已经完结篇 那就有机会 我说震荡整理 一样往上 好 那个股的部分 好不好 个股的部分 我说你一样 现阶段持股 我说尤其是这种震荡整理 持股你要更精简 更精简 那很多之前的一些飙升的投机股 或者说他真的提材 就是整个营运动没那么好的那种 就不要再动作了 他也是会拉尾 让我们不要再动作了 真正有实力的 后面那些营运动 一路再上来的 数字表现好的那种 你趁这个脉动 要好好来积极操作 要好好来积极操作 好来4919的新唐 这一段飙得很快 这段我们也做很多次 那他12然后3坡 12345坡 这三结束 这个四里恒台整理也很久 现在应该再走这个第五坡 走第五坡 那这第五坡的话 从那一天也没有 从第五坡的话 它是从我们讲完 它讲到160 然后又到175.5 隔天涨停 然后一路冲到192 那一天328号192 它拉回来 这个拉回来 拉回来你还是要占买方 拉回来占买方 因为当天的结构 我给你解释过 它可能细微坡 推动的一个小三坡结束 它拉回来四 还有一个小五坡 就这一组脉动 我等一下把那一张图先拿来 然后这一张 那一天 那一天328号在这里 它建高点192 现在目前结构长这样 从一号这边 这推出来12345坡 这个脉动是结束了 这个拉回来 拉回来 那一天在这192 它拉回来175 我说这次你要占买方 隔天是不是有涨停板 194 有没有 这个人要占买方 隔天又有涨停板 194 有没有 涨停板让我们公信 因为这档股票 我说是我们所有的会员的怎么样 比较积极操作的标的 现阶段 每一种会员都有 尊龙特别普通会员 双股会员 当股会员 每一种会员都有这档股票 比较有重叠性 因为这档股票现在目前 我说是我们的操作重点 好 那完了隔天又到205 我说其实在前一天 就已经涨停的时候 194的时候就是预告 他隔天上去的话 短线要先卖一趟 短线要先卖一趟 因为那就变这样 我说这192拉回来175 要买点的 买点上去到205 你要短线卖一趟 有没有 这都在前一天讲的 然后上去以后 他是不是又下来 今天到178.5 这个你出一趟 你不要去注意 拉回来再买就好了 拉回来一样 要注意他的买点 拉回来一样 要注意他的买点 要占买方 占买方 今天来到178.5 特别今天4月以后 来到178.5 那老师这个长假那么久了 长假跟个股就比较没有关系 长假跟个股就比较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结构 特别这个结构就涨这样 你这边12345% 他这个来到178.5 已经来回测这一区了 这一区你就注意到买点 当然注意到买点的过程 最后这一段 它是一个ABC 这个西坡如果你看它有一个小五段 大概就是买点 就很有机会是买点 对不对 4919的新唐 那整个日线我们来看 你看这日线大概也看得出来 它有一个小的12345坡结束 它来也是回车自己上去 这个都是买点 我说它这个股票现阶段 如果你要你会 要会做价差的话 其实它很有空间 它很有空间 如果你这200多块 这边是又将近20几块了 是有空间的 特别是有空间 而且它速度快 不是说十几%要等很久 没有 一两天的试而已 一两天的试而已 对不对 所以这个股票我们现阶段 是目前是很积极在操作这个股票 很积极在操作这个股票 这是4919的新唐 4919的新唐 因为这个结构的话 我认为它第五大端的话 这是一个 我认为它只是一个小的出生段 这一段 它结束没有关系 结束以后 这个震荡成绩以外 应该再展开另一段 那这个都在第五波里面 都在第五大波里面 这4919的新唐 那我说这个 关键的这个起长点 是应该是在它 它运动人其实有没有多很多 是还好 也都一路在成长 之前成长比较多 可是最近是也是 一上癌蛋黏住 然后也都还在成长 不多 可是重点 我说你看 其他的 你看这两季 第三季第一季的营收差不多 可是那个EPS差很多很多 1.54 2.59 都业外也都没有 对不对 那是差在哪里 毛利也差不多 差在整个公司的营收 管销 整个cost down 那我说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起长的因素 一个关键因素 那这个第五波就启动 这第五波就启动 那启动以后 它小的第一波应该结束 拉回来这个地方应该 接下来就是要走五支三波 五支三 这是4919的新唐 4919的新唐 好 那6138的茂达 我说这边建高点286 它一个三段式的拉回来 ABC AV波三段西波五段 195.5 这地方你有两个理由要往上做多 一个理由是推动另外一段往上 另外一个理由是 还有一个大V波反弹 有没有 这个结构 从195.5 有没有 ABC波 它是不是那一天 221 然后隔天225.5 然后到233.5 每天涨 然后243.5 三月二三十一号 昨天262又大涨 头发昨天大盘不好 今天大盘也不好 它还涨了263 还创一点点高 6138 6138茂达 我说你现在的持股 精简精选就好了 来6138的茂达 有没有 这个地方195在这里 头发是195在这里 这个结构漂亮 头发是结构漂亮 那这个结构你看 前面 我说这边是不是一个三段 ABC波西波 从最高点286上来A波 然后B波横台三段 C波下来12345段 这很标准 这第五段走完12345波 这里是买点 买它另外一个反弹 或是有一个推动往上 就这么简单 有没有 头发这6138 你不知道它的结构是漂亮的 你现在的个股 能够这样推升这种结构的不多 不多 你要去把它找出来 这个在之前我们就跟你谈过 我说其实我们已经有准备了几档 其实也不多 准备几档就是类似这种 像这样有没有 这个还有像4919新唐这一种 这都是操作重点 头发这都是操作重点 对不对 那事实的话 它表现确实也是相当的不错 也是相当的不错 这是6138的茂达 6138的茂达 好 时间不再跟我讲快一点 头发来看这个环球晶 这个环球晶跟中美晶很久没长了 这个结构如果你有意向 我刚才讲那个大盘的话 这边叫回撤扩原起点 这个地方 这种结构 这种结构回撤 这个地方是买点 这是我认为是一个很长线的买点 这是周线很长线的买点 一样两个理由 买拉比多反弹或另一段推动 因为这一段推完了 这一段是从290那边 应该是一个12345坡 这一组推动我把它画出来 12345坡 那它这一组推完 第五坡它类似扩原有没有 创高拉回再创高再拉回 再创高有没有 那就真的最高 它就一个拉回 一个拉回以后它来回撤这个地方 叫做回撤扩原起点 这应该是长线的买点 这应该是长线的买点 所以往上两个理由 一波反弹或是另一个推升 这个是我认为是一个很长线的买点 这是6488的环球晶 那相对的一样 中美晶 我前面都不在最说 中美晶就是长线的结构 中美晶就把它画短线的结构 短线这一段从249跌下来 也是类似一个五小坡的结构 类似一个五小坡的结构 12345坡 五小坡的结构 然后它也有越过 它整个下跌的轨道了 所以这个地方 中美晶应该也有机会 也是往上 也是两个理由 要不是逼迫反弹 要不是有机会另外一个推升 这是我今天特别讲的 其他不再赘述了 来 我说来 经济播放战法 这个有搭配6片的教学DVD 有兴趣的 欢迎来电洽询 把他拿回家先研读清楚 要学更深入一点 年度的技术班 5月29号星期日在台北 一整天的课程 有兴趣也可以来电报名 那你要报名要快 那每次我办技术班 每次都没有坐无虚席 好 每次都坐无虚席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波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年多年 波浪理论 首创进化波浪 更胜波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 军船线27810909 27810909 黄老师波浪操盘术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迹象 超值2.0 买鱼送吊杆 股市长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好看 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装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名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获电02 27810909 27810909 你们知道吗 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 是什么 是什么 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 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 那会有什么改变吗 改变可大了呢 从112年1月1日起 满18岁就是成年人咯 而且男性女性 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 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 租房子到银行开户 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 负完全责任 做任何决定前 都要多加思考哦 我们会赶快去了解 全力义务 迈向成年的第一步 回到节目现场 目前的磐式结构 我说它整个中长线的 一个震荡整理往上 那细微部的脉动 就只能一段一段来操作 从续而脉动 那这样似乎比较高 认同理念的跟上脚步来 让我陪你一起操盘 一起赚钱为你服务 那这进化播放站 把这有搭配6片的教学DVD 有兴趣的也欢迎来电洽询 还有这个5月29号星期日 一整天的课程 年度的技术班 现在还有一些座位 也欢迎来电报名 祝大家周末愉快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破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年多年 破浪理论 首创进化破浪 更胜破浪 宛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 知名车线27810909 27810909 黄老师波浪操盘术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绩效 超值2.0 卖于送吊杆 股市长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谁说旅行人不做奇货 奇货是最佳避选工具 运达指数 02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我和黑夫云金信赏 这位疫苗安全性 监察资料显示 自BNT预防三高校 是出现 同行间的新疾染 通信保抹染的评理 也就评理 自有发生在 自三高校十四年代 较早发生在 自听英文高校 和高校上 能不能发生力较高 较为ITP提供台阁